以独特的魅力以及低沉的声音 不管是惊悚或是动作等类型片中 都不可或缺的演员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戏路多变的演员 扑 戏 寻 1970年2月13日出生 从首尔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后 他就加入了剧团 开启了舞台剧演员的生活 辛苦的小剧场生活 让他不会产生骄傲自满的态度 2002年他首次进军电影界 2007年透过电影《七日榜票令》 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并获得了多个奖项 也晋升成为演技派演员行列之一 之后也持续在《委托人》 《嫌疑者》《南汉山城》 《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等许多人气电影中 展现自身强烈魅力 也收到了演技 是经得其考验的优良评价 2015年他首次挑战指导音乐剧 那是改编自《与神同行》作家的作品 《无限动力》 首次指导的作品也获得了不错的回向 他也因此和作家变亲近 之后作家也有将他推荐给《与神同行》 但最后并没有适合的角色让他饰演 而之后他会在低成本电影中担任主角 也是因为是作家的好友关系 他的老婆是演员蒲易珍 蒲易珍在1999年 以电影《女高怪谈2》的主演出道 只有也在人气电视剧《巴厘岛的日子》中 担任过主演 演技是备受认可 人气也非常高 2000年代迎接了全盛期 特别是在古装剧中非常活跃 除了戏剧之外 在综艺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经常出演留在习主持的综艺 平时是撒娇又可爱的模样 但比赛开始又会变得充满胜负欲 或是和平常形象不同 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的样貌 反转魅力也让他获得了许多人气 而这些似乎都是让蒲喜勋爱上妻子的魅力 2011年两人公开承认交往 两人在综艺《Happy Together》中第一次碰面 但当时因为他是第一次出演综艺 又在很拥挤的小摄影棚拍摄 因此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神去注意到蒲易珍 之后两人透过熟人介绍 以及又是同公司同事 才渐渐发展出恋情 相差11岁的他们克服年龄差距相爱 并在2015年登记结婚 没有另外举办婚礼 两人表示因为不想要把事情变得复杂 所以才会选择最简单的登记完婚 虽然没有举办婚礼 但他们是在家人面前立下誓约 而他们也没有卷入过任何争议或绯闻 也没有做出会产生黑粉的行为 形象非常良好 也深受大众的支持与喜爱 有次熟视的导演拜托他帮忙拍摄MV 他没有多问多想就前往拍摄现场 也不知道是要拍什么风格的MV 就这样导演要他演什么他就演 但突然导演要求他脱掉上衣 并表示只会出现肩膀的画面 所以他就脱掉衣服 但最后成品却是连胸部都大放松 其实这些都不成问题 但MV是拿丽莎的哔哩啪啪 从歌名到风格设定都让人难以理解 因此也让他一起沦落为被嘲讽的对象 这也成为他演艺生涯的黑历史 2004年他曾和演员崔明芝一起出演广告 但怎么看都看不到他的脸 因为成品中他只出现了背影 广告是以安慰有经济压力的上班族家长们为主题制作 原本他也是有露面的 但刚好当时他饰演黑道的电影上映 广告商看到他的脸 第一瞬间想到的不是疲惫的上班族 而是脸想到黑道 因此才要求把他露脸的画面都删除 而出演费都是有按照原定的金额给付 虽然有点可惜 但又有点好笑 也成为了一次特别的经验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总是展现霸气魅力 就像用眼神就能操纵所有事情一样 但其实他是非常小心谨慎害羞的性格 要审视自己出演的作品时 还会怕被其他人看到 所以都会自己躲到房间内观看 当出道时因为很怕生 所以时时刻刻精神都很紧绷 他跟某电影评论家是同校同学 但似乎因为他从过去就很内向害羞 因此对方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同学 他因为拥有中低音的声线 再加上强烈的印象 所以经常饰演黑道 而他自己也表示 单看他的脸就是很适合惊悚 动作等类型戏剧的长相 但他本身比较喜欢搞笑和浪漫类型 拜托不要再找他演反派了 由于游戏在全世界刮起一阵旋风 最近Netflix又有部韩国原创剧集上档 那就是由韩韶熙 安普贤 以及蒲喜循主演的《已无知名》 讲述一个加入组织 寻找杀害父亲凶手的影志友 以新名字潜入警方 成为卧底警察 揭开他父亲死亡背后的真相与秘密 最终他饰演饭店与赌场代表 兼国内最大毒品组织的首脑 崔武正一角 刚上档就冲上热门排行榜 目前评价也都不错 有兴趣的本丝不要错过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演技实力坚强的 蒲喜循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